1999年春夏之交,国内国际出现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事情。 4月,法轮功邪教组织在北京煽动闹事。 5月8日,以美国为首的北约,使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。 中国驻南使馆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45分,当地时间7号5月遭到北约野蛮轰炸的。 至少三枚北约导弹从西北侧、楼顶和南侧击中大使馆顶门廊和使馆管设。 7月,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公然表示, 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,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。 鼓吹两国论。 国内外反华势力的种种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。 土迪都知,周全固定屠副防队,正在训练,请李世堂和指挥新冬军。 当前国际斗争出终复杂 最近李东会公然讲两岸关系 说成是国与国的关系 这是他学义分裂祖国的政治 和国的政治报告 中华人共同国政府和全国 和国族人民对任何分裂祖国的行为 我绝不会做事 我绝不会做事